请问我们是要参加法会呢 还是不要参加法会呢 还是应该怎么办呢 谢谢 参加法会是可以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参加法会 我们也可以去拜佛都可以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要除了这个参加法会的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功课 这个功课呢就是修识加心 修吴加心 还有就是文词修心 有这样子的这个功课 如果有这样子的功课的话 那这个法会我们可以参加 想参加就参加 不想参加就不参加都没问题了 如果我们这个没有这些功课 然后我们以为学佛就是参加这些法会 这样子的话是不对的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有些发会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商业化 这些发会的话呢 我想参加不参加还是要自己要考虑好 我们的很多的寺庙 还有这个佛教的中心 它要维持 维持下去的话 也需要一些这个费用 需要费用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道场里面 有征法 有文思修行 这样子的话 大家佛教徒 发现这个道场的这个存在的价值 以后呢 这个就这么维持道场的 这么一点点的这个费用 应该是不需要用这些商业化的手段 应该是有人 这个有人发行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些方面呢 这个要好好思考 但是这个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去参加 不是这个意思 自己想参加可以参加 不想参加也可以 但是有一个是不能没有的 就是除了这些发会以外 还有一个自己的文思修的功课 如果有这个东西 然后呢 发会参加不参加 都自己可以决定 都没关系的